一般人的剪貼布 都是剪貼一些報紙 或者是明星的相片 不過有一位在花蓮 經營輪胎行的老闆 他的剪貼布卻很不一樣喔 我們一塊來看看 拿著氣動工具拆卸輪胎 今年五十九歲 經營輪胎行的許秋瑜先生 只要看到報紙有可憐的人 需要幫助 他就會小兒捐款 匯錢給對方 這樣的善事一做就是二十四年 今年他還獲選地方 百大人普聯武 從七十六年以後就開 反正看到報紙 看到人家這個好像忽然 好像這等於是意外啦 看到報紙好像心裡就 也是感受很痛苦 他就就就建築機這樣 沒有什麼 因為小時候父親 在建築工地工作 從高樓跌落下來之後 全家家計就落在 身為長子的許先生身上 民國七十六年 他看到報紙有工人 被大理石壓傷需要幫忙 他就開始秘密捐款簡報 從事善事 只有太太清楚 其他人連媽媽小孩都不知道 我說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沒有 我不知道 你都靠在我做 沒有跟你說 沒有 他說做這件事 我說好啊 可以啊 這小小的能力 能夠幫助人家 改善人家的生活也不錯啊 不過最近許先生 也有頭痛的是 因為法規規定報紙 不能再勘載捐款地址和帳號 讓他也不知道該把錢捐給誰 最近看到的報紙都沒有登 登那個住址啦 沒有登畫波帳號這樣喔 找不到 找不到 不知道 什麼管道 利用管道去去捐這樣 許先生感慨 捐款模式的改變 讓大家把錢捐給大型社團 或是基金會 通常擔心善款沒有辦法直接用在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看著密密麻麻一本愛心解貼簿 他說希望孩子未來能夠傳承這樣的小兒捐款 才能夠直接幫助更多的人 記者溫家凱華聯報導